好,我们来看概念6 概念6在判断3的倍数 其实3的倍数跟9的倍数是同一类的 123是不是3的倍数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123把它拆开 怎么拆?我们拆成100一个100加20加一个3 100加20加3 我们先马上看一下旁边的图示 123就是100加20加3 这个100就在这里 有些同学说老师你这100画的怪怪的 不是怪怪的 这个100我们就把它变成99加1 99加1 20就是两个10 那一个10我们就拆成9加1 9加1 所以两个10就会剩下2 那最后剩下一个各位数字是3 你说老师为什么要这样? 好,很简单 因为呢,我们就发现这个99呢 它是 99是3的倍数 因为99除以3嘛 可以分给9个人 那当然也可以分给3个人哦 那9呢 9当然也可以是3的倍数哦 也可以 9颗苹果可以分给3个人 9颗苹果可以分给3个人 那你想想看 这个100颗苹果呢 我们已经分了99颗 还剩下几颗呢? 还剩下一颗 还剩下一 那这个20颗苹果呢 我们分掉了一个9两个9 分掉了两个9颗苹果 就是分掉了18颗苹果 还剩下两颗苹果 最后呢 我们还剩下这个3颗 这个各位数的3颗还没分完 也就是我们剩下的 剩下的 已经分完了 我们还没分的 就剩下的 就是一颗加两颗加三颗 剩下六颗苹果 六颗苹果 可不可以分给三个人呢? 也就是6是不是3的倍数呢? 6除以3的2 它可以分完 它是3的倍数 6是3的倍数 剩下的这些加起来 6是3的倍数 那我们就说 原来的这个数字123 就是3的倍数 因为它就是分给三个人 就可以分完 那你说老师 其他的那些100的 100 那100我们就猜成99加1 99已经可以分给三个人 20呢 每个10我们就猜成9加1 9也可以分给三个人 那剩下来的各位数字 和其他百 还没算 还没分完的 统统加在一起 也就是刚好是1加2加3 如果可以分给三个人 那我们就说它是3的倍数 所以呢 3的倍数判别法呢 就是这样子 把各位数字加起来 也就是各位数字的总和 如果加起来是3的倍数 那这个数字就会是3的倍数 我们举例来说123 123是不是3的倍数呢 你就把各位数字加起来 1加2加3 刚好等于6 这个6是3的倍数 这个6是3的倍数 所以123 就是3的倍数 好这个可以很快速的判断 那我们再看其他的题目 右边的笔记栏 51是不是3的倍数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看 把各位数字加起来 5加1等于6 这个6是3的倍数 所以51就是3的倍数 我们再来看第二小题 111是不是3的倍数 你可以用除的啊 你可以用除的 有些同学就说 老师 真的是吗 我们除以3看看 339 3721 可以整除 表示111是3的倍数 这样算也可以 那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呢 有啊 你可以把111呢 就把各位数字加起来 1加1加1 等于3 这个3是3的倍数 直接判断就好 所以111是3的倍数 这个呢 我们用这个3的倍数判别法呢 简单来讲 它就是比较快 那你说可不可以用除的 可以 也是没有问题的